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周家美食 今天我们来做一道螃蟹豆腐羹 先我们把螃蟹筹理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螃蟹切开 先把蟹盖掰开 去掉味 把豆豉去掉 塞 挖到两边塞的时候要用清水冲洗一下 现在我们把它切成块 接下来我们把豆腐切一下 我今天豆腐蟹根用了两个螃蟹 接下来我们切点辅料 这辅料我们都切成姜末 葱末 都切成末 接下来我们切点芹菜末 芹菜末是出锅前使用 现在我们把走料辅料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要上锅做 先下葱末姜末 再下螺螃蟹 水烧开 下下蟹脚会掉 以免蟹脚我们用冷水下锅 盖上锅盖 大火走开 水开以后我们烧两分钟即可 现在我们下螺豆腐 下螺豆腐的时候 不用铲子 这样搅均匀 要推过去 以免豆腐碎掉 我们加入一小勺盐 取掉上磨的浮沫 下螺豆腐我们煮开一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芹菜末下锅 我们再用淀粉勾芡 边倒水淀粉 我们边搅拌 等它放大泡的时候 我们再把下螺蛋清 蛋清要打匀 我们再冷点明油 搅匀 好了 现在我们即可关火出锅 好了 今天我们一道蟹豆腐根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